名医师坛的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又快两个月了吧,感谢大家的惦念和守候吧,也是一种守护。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会时隔这么久没出视频,好在我们的影响力是小的,否则估计会引起什么猜测。 其实我离开的这段时间的原因非常简单,也很单纯,那就是真的太忙了。 去年整个一年,疫情加上我自己的病情,所以其实大部分时间,甚至绝大部分时间吧,是待在家里,至少一次飞机我都没坐过,去年一年。 那么随着疫情的结束呢,或者说进入尾声,当然了,我说的这个结束,进入尾声是因为在美国疫苗的快速展开,以及疫苗本身的高有效性导致的。 它并不是说这种病毒就不存在了,也不意味着呢,病毒就不会再来了。 病毒会不会再来,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知道的是,有效的疫苗才是防治病毒的有效的方式。 那单纯的封城呢,目前看来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随着这个美国社会的恢复正常啊,那我就不能在家待着了嘛,我也要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一年累积下来很多事情要处理。 那所以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啊,我可以坦率地跟大家讲啊,我几乎就是一个空中飞人和一个叫驾驶狂人,或者怎么讲,就是不是在天上飞,就是在地上跑。 那这两个月呢,我总共待在家里的时间应该是不超过十天的。 那前后我大概去了,州呢,去了有八个州,城市呢,那肯定是超过十个了。 我说的就是说呃 呃 呆下来的城市超过10个啊 那经过的城市呢就太多了 那见过的人啊 我指的是有过比较有意义的交谈的人 我觉得啊 怎么也超过50个了 甚至也有100个了 但是我真的是记不清了 那本来呢 我是想把我的见闻整理一下啊 将可以讲的那部分呢 与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一来这个事太杂 我确实需要时间进行整理 二来呢 今天正好是赶上独立日假期 哦没错 我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是7月4日 虽然我的题目是7月3日想好的 但是视频是7月4日线录的 那说实话呢 我也是因为有这个假期啊 我才停下来 回到家里休息一段时间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今年的秋天 我还会继续去以这种调研的形式啊 走一走 看一看 那么可能至少还要走五个周 以及过去的那八个周呢 有一些地方我还要回访一下 所以今年这一年很快就被安排出去了 哎呀 还是 欠的账还是要还 那上一次我这么大范围 这么集中的在美国跑啊 应该至少要追溯到2016年和2017年了 就是川普竞选的那年和他当选的头一年 那今天既然我们赶上独立日 July 4th 我想呢 我们就将我的这些见闻往后放一放 先聊一聊 与今天有关的这个话题 而且我记得我在过去的两年或者三年 应该是三年里吧 每年的7月4日都会与大家聊一聊 之前聊的最多的是独立宣言 而且更多的呢 是从个人 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的角度谈体会 那今年呢 我想换一个角度 我也想 我想也是时机也是到了 应该换一个角度来谈一谈 但不是说个人和个人和个体的角度不重要 而是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延伸一下了 在过去这一年里 我非常集中的给大家输出了很多内容 有征天下系列里面就很多了 包括大国崛起 讲了英国 德国 原本好像没有想讲日本 最后也是把日本讲了 讲了经济学 讲了货币 讲了地缘政治 讲了中国的内循环 讲了 就是根据吧 或者依据刘鹤的两次危机之比较 实际上 那个是我觉得挺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以两次危机的比较来看 中国是怎么制定 未来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的 那如果你不了解它的来源 你不了解它的理论思考在哪里 你当然是理解不了它想干什么 对吧 讲的这些 导致什么呢 导致我的朋友跟我讲 他觉得我有点 怎么说呢 他觉得我这个输出量大的有点不正常 觉得我有点这种 是不是受了什么启发和启示之类的 这个我倒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我自己也确实有感觉 就是说 在去年一年 可能人比较闲嘛 整个的这个思潮 思想是比较集中的 注意力集中 澎湃 但是没有那么玄乎其玄的那种 那种东西啊 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的思考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也感谢上帝给我这种思考 和给我这种时间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支持劳动者 所以我知道 我回顾了一下 我在出这个视频之前 大概回顾了一下名医师坛 在去年出过的节目 我也挺惊讶的 我去年居然一直到今年啊 到现在 我居然讲了这么多大块头的东西 我现在想一想 如果你让我 以现在的工作状态到处跑 再去思考 再去讲 我跟大家讲 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突然就理解了 为什么有人讲啊 就是说哲学家 或者说思考者 他需要一个有物质保障 和时间保障的一个环境 我突然理解了这个事 就是说你的脑子里 如果成天想柴米油盐酱醋茶 想着你的这些生意也好 工作也好 你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 你真的是很难把很多思想去给沉淀下来 而去年的疫情呢 就是导致的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 那你只能聚焦在思考吗 加上我自己又生病了 本来我是比较运动的占用的时间和比例比较大 那生病了又不能运动 所以我觉得上帝爱我 上帝给了我很好的机会 让我在去年一年 甚至包括过去的两三年 有这么一个时机和窗口期自己梳理自己的思想体系 并且把它们呈现给大家 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大的价值 包括现在有什么价值 未来有什么价值 其实我并不清楚 但是我想既然有这个缘分 那就放在这里 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用得上它 能够续这份缘分 那好 那我们今天回到今天想讲的主题 7月4日 其实每年的7月4日 我都非常感动 应该说这种感动持续了好多年了 至少有差不多有十年了吧 就是在过去的十年吧 每年的7月4日 也巧了 过去的过去的十年 应该说至少过去的八年 好像我大部分的7月4日 都是在美国度过的 就是说 那种感动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 因为你了解它的来历 了解它的背景 所以你感动 那每年的7月3日晚上呢 就当我坐在院子里 看着烟火 看着大人和孩子们 一起高喊USA USA 其实我真的是有的时候啊 是热泪盈眶的 包括昨天晚上也是这种场景 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那我觉得 这一天的伟大 就7月4日这一天的伟大 它不仅仅是美国人的伟大 这一天的伟大呢 也是人类的创举 但是这个创举 的确是在240多年前 由当时的美国人完成的 那么我们谈什么呢 今天July 4日我们纪念什么 其实答案就在今天的主标题里 我也不是很愿意卖关子 所以干脆把答案写出来 今天我想纪念 with the people 我们的老观众应该不会对这个词陌生吧 没错 它也是人们对美国宪法的另一个称呼 一般呢 中文会把它翻译成我们人民 但是如果你了解美国历史 了解美国宪法的历史 你了解美国宪法序言 那短短的52个单词 如果你了解1776年7月4日 杰斐逊起草的宣誓人人生儿平等的独立宣言 如果你了解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一定会像我一样 会觉得这个翻译呀 它过于单薄了 过于简单了 它确实是有它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意义 不能够直接的直译出来的 这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中文的引经句点 当你引用一句经典 你不只是在用这个经典的词本身 而是在用这个典故所代指的含义 那么就像我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 在网络上沸沸扬扬的 复旦的一位研究古汉语的教授 用求仁得仁来祭奠他被杀死的同事 那个事情 那封信我看了 如果这位教授不是故意的 那么我给他的那篇 就是毫无语法和章法的 纪念的文章 就是我说的那封信 纪念的文章 我给他打多少分呢 我想只能是零分 因为他真的是完全不理解 孔子讲求仁得仁的背景 这个经典所指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 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with the people 其实也困扰了我很多年 那为什么他困扰了我很多年 因为我相对还比较了解美国的历史 尤其是我对美国的宪法还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我自己能够体会到当你讲with the people的时候 我脑海里面反映的是一个立体的画像图卷 相对完整的 可是我到底应该把它怎么解释 说明给我的中国朋友们呢 尤其是对美国历史和美国的宪法背景 宪法的意义并不是那么了解的中国朋友们 他们又非常想理解这句话 那我应该怎么解释呢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问题 因为你要解释他 你要给他讲很多的经典 很多的历史和很多的故事 可是最近我因为一些事情 又要常常与中国的朋友讨论美国的宪法 讨论with the people 我突然就有了灵感 准确的说不是灵感 而是因为中文的语境中出现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点 而这个典故的意义呢 已经被使用中文的人呢 完全吸收了 那么这个典故呢 我认为它就能够很好的匹配 with the people的字面意义以下的 那个引经去点的意义 那想必大家现在也都知道答案了 就是我们题目上所写的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说起来我还是借了习近平主席的花 来献了美国宪法的佛 我记得我还有一次似乎说过 说习近平 他说的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干好自己的事 这句话原话原意是什么 是天行见君子当自强不息 他讲的让中国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理论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 所以这个习近平到底是不是土豹子呢 这个至少在我看来他不是一个土豹子 至少在我看来他说的很多话 其实是挺讲究的 但是呢 我这么说是不是在为他洗地呢 说实话 我对洗地这个事没有任何的兴趣 而且我也认为 人家也没有这个需求 所以这不是洗地 只是想客观的去看待 他讲的话到底什么意思 你才能够懂他想干什么 那么话又说回来 说漂亮话能不能做到漂亮事呢 那不一定 所以虽然我认为他说的话很漂亮 但是他最终能不能做成这些漂亮事 我可没说 我认为他一定能做成 所以这个砖呢 大家是不要拍给我了 这个帽子也不要扣给我 因为他扣的不对 但是回到我们今天要谈的吧 我觉得至少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它是能够表达with the people的大部分的意义的 或许不严谨 或许不完整 但是目前呢 我个人的体会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表达 我告诉我的朋友们啊 说你们了解美国 应该从美国宪法开始 至少要读一下宪法全文和联邦党人文集 我告诉我的朋友们 我说民主呢不是美国的国体 宪政共和才是 我记得我在我们的频道里也讲过 而且好像应该讲过不止一期吧 我讲过司法权 讲过行政权 唯独是没有讲它的立法权 然而这里的这个每个词啊 就是说我跟我的朋友们讲啊 就民主不是美国的国体 宪政共和才是 这里的每个词 比如说民主 比如说国体 比如说宪政共和 这些词对于不太熟悉政治学的朋友来说 其实都需要我解释半天的时间 我这个半天还真不是比喻 真的是至少要半天啊 half day啊 所以这个很累 抱歉啊 我喝口水 十分抱歉 那直到最近啊 我想到了一个简化版的解释 来解释什么是这种宪政共和的国体 那就是人民就是江山 那朋友们就问我 他跟民主 这里指的是普遍直接选举的民主政体啊 我问我这个问题的朋友 他也是也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那这个共和和民主 他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就用这个范式呢 同样用这个范式回答他的 我说共和呀 是人民就是江山 民主呢 你可以理解成江山是人民的 那至于独裁政体呢 那中国朋友们都很了解了 那就是 那就是这个江山是皇帝的 所以这是这三者的区别 那这个人民就是江山 于江山是人民的 有什么区别呢 那他就追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呢 也是 也是觉得我这个朋友啊 是比较较真正 所以呢 我还是用这个 人民和江山的关系呢 结合美国的历史 去给他回答的 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啊 我给他的回答 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说这个我们要参考一下 林肯讲的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就是我们常说的 民有民智民想了 那我跟他讲啊 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我认为江山是人民的 更强调的是民友 可以说他为了强调民友 而忽略了民智和民想 为什么呢 因为普遍的直接选举 他实际上强调的是参与权 他对选举之后产生的治理效果 并没有一个很大的追求 因为你要追求治理效果 就是要有专业的人去治理 或者说我们常说的精英治国 那么在普遍的直接选举当中 他是把这个要素呢 给忽略掉了 或者他认为他是次要的 所以他实现不了真正的民智 我们把民智理解为 对人民真正有利的智力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很奇怪 如果大家能理解 人的这个群体性是有缺陷的 就能理解 一帮人做的决定 不一定是对自己真正的有好处的 因为人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到底应该是在 A B建个水电站 还是在B地建个水电站 如果我们用民主的方式 去选择的话 得出的结论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只有当我们用科学的方式 让专家来判断 他得出的结论才是合理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来说 我有点绕糊涂了 就是说全民直接普遍性的选举 他实现不了民智 就实现不了有效的 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治理 那他也很难实现民想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治理 就没有民智 实际就没有民想 这是我跟他当时的一个答案和解释 所以我认为江山是人民的 他更强调的就是民有 而忽略 至少是淡化了民智和民想的那部分 那么我们说人民就是江山呢 他就是强调了 应该有民有民智民想 因为人民就是江山 是高于江山是人民的这个含义的 那当然了 我的理解也有取巧的成分啊 就是说因为我使用的这个比喻的场景是确定的 我希望大家理解 就是与我对话的对象 他能理解我这个比喻 所以不是说我的这个理解呢 就是真理 也不是说我的这个理解就是严谨到 在任何一个场景下都可以用 不是 它是有一个特定的范围 但是我愿意把我的这个思考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网友是很聪明的 也是很智慧的 他是能明白我的意思的 那我也希望呢 正在看视频的朋友们啊 能大概的了解 我在这里用 with the people和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这两句话 我到底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和意义了 那么 中国到底应该从美国的建国和发展历史中 学习什么经验 参考什么教训呢 说实话 这个话题 我都觉得谈得很累了 因为似乎啊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整体 正在闭上眼睛 重新回到 这个大清朝 乾隆那个年代啊 认为自己已经应有尽有了 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和顶点了 既不需要看世界 也没有什么外部经验可学习的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么想的 那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愿意睁开眼睛去看看这个世界啊 愿意向别的国家学习一些经验 参考一些教训 但是对于那些还持开放心态的人 我还是想说上几句的 那一个国家的稳定啊 其核心其实是解决人的问题嘛 结合我们之前讲过的几期经济学 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吗 我认为核心要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就是一个生产和分配的问题 而这个分配的问题在社会中 它就不只是经济层面的财富的分配了 它更是政治权利的一种分配 那中国长久以来呢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但是怎么说呢 中国长久以来都是在想怎么解决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分配的问题 平衡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阶级问题 这个问题从古至今应该都是存在的 但是从古至今呢 就从这个我们说 从自秦以后吧 大一同以后 实际上中国政府 包括今天的中国政府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或者说他们没有想真的忽略 但是事实上也没有真的做到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就是他们没有去想怎么解决人民和国家之间的问题 没有去想怎么解决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矛盾 就是他们没有去想人民和江山的关系 因为他们似乎认为国家是一种超脱的存在 他们似乎认为人民效忠国家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那同时呢 他们又把国家这个概念啊 用统治者给替换掉了 而统治者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 那在中国呢 是更极致的一种表现形式 就是政党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人民被统治者效忠执政党 是一种理所当然和不言自明的真理 那在过去这70年 实际上我们是能够看到 中国共产党党内 他也是在常常思考 为什么老百姓不敢 为什么还会有刁民甚至有反民 从建国开始 毛泽东就非常自信的认为 包括他跟斯大林讲 跟全世界的这个共产党的同行们讲 他就认为中国不会有人反对共产党 最多只是一些特务反动派 可是后来他发现的错了 他发现不但普通老百姓里面 有反对共产党的 甚至在党内都有很多右派 右派无处不在 但是这个右派是带引号了 那么再到后来我们知道的 1989年的天安门 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到了今天的香港 矛盾是一样的 统治者们就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反对我 你应该天然的顺从我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问题就出在 他们这个假设的前提 是根本不存在的 就是他们假设了一个 人民应该并且 会就是应该 并且会 就是未有 愿意 无条件的效忠和支持政府 无条件的效忠和支持执政党 这个假设是错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假设呢 这就又得谈到我们的大一统了 这个假设就是来自于大一统的皇帝思维 自己骗了自己两千多年 把原来说的谎言 自己都信了 就以为天下就应该是这样的 认为江山是统治者的 与人民无关 没有把江山和人民这两者呢 放在一个平等的角度上去思考 那这个我有一期节目讲的就是你的江山和国的家园 那一期节目里我是讲过的 这里就不多说了 而美国的建国过程 它是非常明显的 将我的家园 你的家园 他的家园 我们的家园联合在一起 成为江山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就是合众国的意义 但是大家注意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家园依然是我的家园 你的家园依然是你的家园 他的家园依然是他的家园 我们各自的家园联合在一起了 但并不等于我们分享了 我们各自家园的权利 更不等于我们出让了我们家园的权利 更不是啊 更不是说我们把这个家园的权利呢 交给一个不属于我们的统治者 他不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在家园变成江山的一部分的这个过程中 美国人 他对于他的家园的主人的身份 是没有改变的 他原来是他家园的主人 那么自然的随着他的家园变成了江山的一部分 发生什么了 发生他自然的就成了这个江山的这部分的主人 甚至我们就说他成了江山的一部分 因为他跟他的家园是不可分割的 而为什么我们不说他成了这个就是说还是有点绕 就为什么我们不说他就成了完全成了这个江山的主人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家园 我的家园 他的家园 成为了联合起来成为了一个江山 你是你的家园的主人 所以你也成了江山的这部分的主人 或者说主人之一 但是你没有分享别人的家园的权利 所以你不是整个的这个江山的主人 体现出来是什么 就是共和制啊 就是地方自治啊 就是美国啊 所以我觉得呢 不严谨的说法 不严谨的一个看法就是 美国人是做到了 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 中国没有做到 欧洲做没做到呢 我觉得直选国家做到了更多的是 江山是人民的 当然我的看法 是不一定正确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它不是一个直决选举 它是一个共和制 所以它实际上是弱化了 平均值意义上的 人民就是江山的主人的这层含义 所以我说 Weather people 强调的更多的应该是 更近似于人民就是江山 而不是更多的强调 江山就是人民的 但是我也承认 这两层意思呢 它实际都是包含的 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林肯总统说的民有 民想和民智吗 那在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认为如果啊 我说的是如果 因为我并不知道中国的统治者们 会怎么想怎么做 如果他们真的开始思考 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这个问题 这还真的是一个挺大的进步 它说明这些皇帝们已经意识到啊 人民没有也不可能有那种 对他们天然的效忠 那他们就必须要面对 人民对江山归属问题的一个质问 问他们自己 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 就是人民问他们 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 我和这个国家到底什么关系呢 那这个就是矛盾的点呀 就是人民和江山之间的矛盾 要解决呀 权力的问题要解决呀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从美国的经验中 借鉴一些东西呢 哎 我觉得我自己过于啰嗦了 其实一句话可以说清楚 就是美国的建国和建国后稳定的发展和进步啊 都与他们很好地解决了人民和江山之间的关系有关 他们做到了这个with the people 即这个国家是因着人民 为着人民并由人民建立的 那么with the people呢 来自于美国的宪法序言 这个序言很短 我读一下啊 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 树立正义 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 促进公共福利 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独立宣言呢 只是宣告我们要建立一个国家 而美国宪法是宣布了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那么中国 无论是中国的人民 还是中国的统治者 是不是该思考一下 中国的未来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那中国梦到底是个什么梦呢 我觉得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共识两个字 就是说当年的美国人之所以能创建这样的一个国家 是他们之间找到了共识 那么中国人的共识在哪里呢 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共识又在哪里呢 我不认为民主是唯一的手段 但是我认为找到共识是维持稳定的唯一的手段 或者说找到共识是一个社会能稳定的发展下去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那如果真的是能够以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这个原则去发展 就必然要找到这个共识 也应该能找到这个共识 就是人民和人民之间的共识 以及人民和江山之间的共识 如果找到了 如果真的做到了 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 那么作为华人 作为炎黄子孙 我觉得那还真是善魔大言了 然而此时此刻呢 你问我信心几何 我真没有答案 无论是对中国的统治者 还是对中国的人民 这个目标呢 都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 非常难实现的目标 然而除了这条路 恐怕中国的未来也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下去了吧 找到共识 太重要了 这就是今天 我想借着7月4日与大家分享的我的思考 江山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国家发展下去的重要的因素 而江山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需要一个共识去解决 共识怎么实现 那是个技术问题和手段问题 好了 这个话题呢 不算谈透了 但是呢 我也不想把它谈得特别透 下一次出节目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心在这里等 一定能等到 我不能承诺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时间的问题 确实是不能保障 有人说 建党百年 是个大日子 会比较紧 会比较敏感 在国内的朋友 那我劝这些朋友 未来的中国 可看见的 未来的一到三年 只会是越来越紧的 与什么大日子没有关系 与他的政治发展趋势 有关系 不知道下次出视频是什么时候 所以总觉得应该多讲一些东西 那就再讲两个热点吧 前一段时间 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个通报 说某某某并没有叛逃到美国 他应该在中国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新闻没有 这个某某某呢 是一个敏感部门的副部级的官员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人物 那么我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首先呢 我记得我在讲王立强事件的时候讲过 那次事件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媒体和情报是天敌 如果他能上得了媒体 他就没有情报上的意义和价值 换句话说 他就不是真的 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出来澄清这件事呢 我谈谈我的看法 这就要讲一讲 这个假消息是什么人放出来的 美国政府的做法呢 我认为是两点 第一点 他在明确的告诉中国 我与放出这个消息的那个组织 或者那帮人没有关系 这种撇清关系 不是因为惧怕中国 是因为没有必要为他们做背书 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 美国政府和释放这些假消息的人 或组织撇清关系 不是因为惧怕中国 是因为不想为他们做背书 第二点 美国也确实担心中国误会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中国的情报能力差 误会认为这是美国政府主导 放出来的假消息 那么大家想想 真正的美国在中国的情报人员 是不是要面临额外的风险呢 你搞我 难道我不搞你吗 所以有些人呢 他们的格局注定了 他们不能参与一些 大游戏 因为他们不理解这里的规则 和不理解 各自到底是怎么玩的 那么这是一个热点 第二个热点 滴滴上市的事情 很有意思 中国政府用这种 类似于折磨你 折磨到死的方式 来对付滴滴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指标性的事件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但是我看到的是 我看到的是 未来的中国 对资本不会太友好 好 谢谢大家 祝大家国庆日快乐 USA